最新民調顯示,半數民眾認為聯邦自由黨和新民主黨結盟是對兩黨選民的背叛,但是同時有六成的民眾仍然支持兩黨的協議。 由IPSO 在3月25日到28日所做的秋仰調查顯示,五成一的受訪者認為,兩黨的結盟協議是對在去年10月大選當中投票支持兩黨選民的背叛。 其中大概兩成半的自由黨和新民主黨的選民也認同自己遭到背叛。 雖然如此,有超過六成的受訪者支持或某種程度支持兩黨協議,不過在回答協議會拿到什麼實際成果方面,正面和負面看法幾乎各半。 五成二認為會導致更好的政策推出,有四成八的看法就剛好相反。 聯邦自由黨和新民主黨在3月22日宣布達成協議, 新民主黨支持自由黨執政去到2025年下屆聯邦大選, 換取自由黨採納新民主黨一貫唱到的某些政策。 和新民主黨一貫唱到2025年下屆聯邦大選民主黨一貫唱到2025年下屆聯邦大選民主黨一貫唱到2025年下屆聯邦大選民主黨一貫唱。 新民主黨立民主黨一貫唱到2025年下屆聯邦大選民主黨一貫唱到2025年下屆聯邦大選民主黨一貫唱到2025年下屆聯邦寬幾乃謀版選民 cultural採領 miss